好 主播 开始了吗 好 主播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 是台中的零星医院 那我们来持续追踪台中捷运 这起随机砍人的案件 那昨天有两名伤者遭到波及 那他们目前经过治疗之后 是没有大碍 其中是17岁的高中生 以及28岁的长发许姓男子 那这个长发许姓男子 脸部受伤 经过缝合之后 目前已经转到了一般病房 那他也首度现身 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一开始他砍第一个人 我没注意到他 其实我没有很清楚 当时的状况 你没有注意到他 特别有什么诡异的动作 或是什么的 特别有诡异的动作 他其实跟我好像同时 都是在水安宫站上车 那时候因为我错过前一班车 那时候我就想说坐在椅子上等 然后他那时候在我隔壁的椅子 然后我一坐下以后 他就走掉 我那时候想说 为什么他要走掉 大概就这一点比较诡异 其他我觉得其实都还好 他背包啊什么的 有没有比较 他那时候好像一直抱着他的背包 好像 大概多大的背包 应该就单肩背包的感觉 所以你在上车前就有看到他了 好像是 应该那时候遇到的应该是他 就是他 那当下在车厢内的情形啊 是大家一起压制对不对 就是后续你先赢上去嘛 对就我被砍了以后 我就抓着刀子嘛 因为被砍了以后 我怕他在砍我第二刀 所以我就抓住刀子 然后就是我想要抢 但我抢不掉 所以我就喊后面的人来帮忙 大概喊了三四神以后 就有一两个大哥来帮我一起抢刀子 他当时就拿一把刀还是很多把 一开始是先拿一把那种斩骨刀 就那种长方形的 然后我是被那个砍到以后 我再跟他抢那一把 他后面还有在拿其他刀吗 他后面好像有拿水果刀 就是陆续这样拿出来 他那水果刀原本藏在口袋那里吧 然后还掉在地上那样子 辛苦你超级英勇 我昨天看到那个过程 我都替你捏了一把冷汗这样子 辛苦了超级英勇 那后续我们目前就是 捷运公司有来跟你们做个质疑还是说 好像晚一点会来 就是说好像10点会来 会再来跟你们做个了解详情的部分 好OK 所以当时说插方就是 当时抢刀的时候 所以你是抢刀的时候 因为抓在前面刀子压在这边 所以有点受伤 稍微受伤 那手指头也是就对了 也是刮伤了也是都还好 所以你有针对他的刀柄去抢就对了 对 那你这个反应超好的耶 就反射动作而已 那因为我看到你有在练建立啊 就是各界的建立的就是可能 可能不管是健身房啊什么都有关心你 甚至有说要送你一年的会期 这个部分 那接下来好像还有想要比赛 就是我们这个部分 有我出 等我出院以后可以回去练以后 我就会开始继续准备我比赛 因为我其实现在正好是我 准备比赛准备到一半 对 对 这样还有办法吗 还是说 可能今年的成绩就会没那么理想啊 但应该还是可以去稍微比一下 好那长发的徐姓男子呢 说他当时呢 英勇上前也是不得不 所以呢 也是希望大家呢 可以呢就是呢 注意这些情形 那也感谢各界的关心哦 长发徐姓男子的妈妈呢 回忆当下 接到儿子遇险呢 也相当的心疼 其实 昨天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是 昨天是 接到医院的同事 到那个 急诊室 才知道这样子 才知道 然后 当下之前 接到电话的时候 不晓得有这么严重 来的时候看到他 他那个伤口都可 深可见骨 那看到的时候 眼睛都忍不住掉下来 那 因为 这个孩子从小就很贴心 爸爸找事 但是他是很贴心的孩子 就是 我一直 一直觉得 没有很 就是很 对他觉得很抱歉 所以 所以看他这样 他大家都一直 都是他在照顾我 对 所以觉得很 就是 他是很 当人家很 很甘心的孩子 这样子 对 是 那就是 因为他昨天这么英勇 也阻止了这么 就是 也让大家 避免了更多恐怖的 这个危难 那我们看到他这个新闻 会不会觉得说 其实 我当下第一次觉得说 当个绝音怎么这么危险 真的 我 因为他才出门不到十分钟 就才刚出门而已 我们家其实就在绝音站附近 所以 我就想 刚出门怎么就接到电话 那我就觉得 我刚 有点那个觉得很 就是觉得让他觉得很 很不 不安 不安 对啊 觉得说 打个绝音怎么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对对 但是 但是真的是 有的时候 我也不晓得 我刚才能说 那有没有很 蛮敬佩儿子 这么勇敢的心 是 其实我也 觉得说 我以他为龙 对 真的 好 那这个长发许姓 男子的妈妈表示呢 当时呢 其实儿子呢 才刚出门十分钟 就遇到了这非来人祸 是相当的心疼 不过呢 听到儿子呢 是上前英勇的 帮助大家 压制这个持刀嫌犯呢 他表示真的是 以儿子为人哦 那也希望呢 他接下来呢 可以赶紧康复 而另外呢 其实昨天晚上开始呢 就出现了非常多 许姓男子的假账号 甚至呢 出现了这个诈骗的简讯 表示他们要募款 而这个许姓男子的妈妈 表示呢 千万不要受骗 要请大家注意这个情况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